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题目叫做我主的灵界 因为灵界是很大的 这个属灵的境界在全地上有魔的境界都是灵界 每一个宗教他们都有他们的灵界 并且我们的灵界是跟他们拼在一起 但是我们要谈到我们神基督徒里面 我们要进入的灵界又是如何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4章18节 原来我们不是故念所见的乃是故念所不见的 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所以我们从这句经文里知道 灵界其实是一个很长全的东西 灵界是长全 反而我们物质界所看见的东西不是长全 然后我们也会有三元神学里面 我们有灵恩神学 活出来的时候就是谈到灵界 所以为什么有限制境界 限制境界就是能够了解这个无形世界里面的学问 就是有些东西你头脑想不明白的 但是你的灵眼、你的灵耳、你的心可以知道属灵境界里面神的心意 所以也谈到密切境界里面 也谈到一个更深奥的一个灵界 密切境界的灵界基本上是叫我们能够升天 有很多人能够升天 也是我们今天会特别谈到这个升天 其实是很实际的一种东西 但是在没有谈灵界之前 首先我要去解析一下这个三元神学中的运作 因为三元神学就是王伟成牧师 或者他博士 他是创办人 他是星期节套的三元神学 他那个博士是很厉害的 是Westminster的博士 以前博士没有那么厉害的 包括Westminster那里 Harvard大学 如果你写一个论文写得很好 你就能够拿一个博士 后来Westminster那里就想 这个太容易了 我们读得那么辛苦 读十年才拿那个博士 然后有人来写一篇博士论文 就能够拿到博士 并且这个博士论文可能是请仓写 请人家写都可以了 有钱人就请另外的博士帮你写文章 以后你就拿到博士论文章 后来现在Westminster是没有这一回事 所以你现在要拿一个Westminster的神学院的博士 是很不简单的 但是有很多地方还不是太难 其实我觉得神学博士不是很重要 因为唐崇荣都是博士 他的博士也是Westminster的学院里面 最高级的 Westminster的博士是荣誉博士 所以不是战争独来的博士 是荣誉博士 但是在属灵境界里面 没有人谈什么博士 如果我们要高举属灵的博士地位的学位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是已经偏差了 因为在神的殿里面 注重的不是有行地上的智慧 当然我们不是去贬低这些博士 我自己都是神学博士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不需要高举的东西 并且我的博士比起王伟成牧师的博士差很远 他是一个很花功夫来拿到的博士 是非常好的事情 神在末后里面 就减选了一些那么好的神学家 他就开启了 有一个感动 觉得有三元神学的需要 所以录出来 然后我正经语呢 就是要希望把它活用出来的 把它那个三元神学 其实有一点好像是灵学了 这是谈到灵界的东西 就是不是单单在字面上面 还是在灵界里面怎么进行 所以这个三元神学弟兄姐妹 有些人有兴趣 有些人没有兴趣 有些人本来很有兴趣 要今天来跟我们交通 希望能够跟我们合在一起 一起追求几条道路 后来又想想 就是啊 还是需要研究研究 要到外面 我不知道他从外面 怎么去研究这个三元神学 因为在全世界里面 除了我跟王伟成牧师 都没有三元神学的谈 除了王伟成牧师的神学方面的 三元神学 和我的教导的那个 灵界里面的活用三元神学 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三元神学 当然三元神学也是 中国第二期基督教改革里面 这个神学论坛里面所承认的 因为它实在有一个分量 道统性的神学 灵恩神学 密基神学 他们都有这 灵性这样子的 这方面的操练 所以他们都是愿意见 是彼此都是认同的 所以我们在微信群里面 也有些人问的问题 谈到三元神学等等 所以我知道他们都很想去追求 但是在国内离开我们 那么远呢 这很难的 所以呢 我们只能够把那个 三元神学的 那个 神学的字面上的东西 发给他们 但是他们如果要学到 灵界里面的术的功夫呢 我们就把那个 我们的密器灵修 有十套的密器灵修 这个是密器的 不是灵恩的 可以发给他们 其实是要他们去坚持坚持 不是真的叫他们去操练成才 所以他们如果操练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有些问题我们会解答 有些问题其实我们也不用去解答 因为我发哪些文章给他们 不是叫他们能够去练 而是叫他们能够去坚持一下 就知道我们所谓的密器神学 是怎么回事而已 大家可以留心听住这个 我就问王伟成牧师 有没有这个文字要谈 有些时候我看这些牧师 谈到三元神学 他们都说 那有没有什么文字 我可以读读它 所以我现在是 王伟成牧师就把他 所有的丰收神学的课程 都放在网上 你打丰收神学院 然后get into the 延伸访站 Distant learning get into that 然后它上面就有很多的日期 2015年 2015年 2016年 这是每年所有的课程 你都可以download 但是呢 它是不收钱的 但是他们希望你们能够奉献50块钱 一个课程 一个课程里面 它要有13个小时的video的录影 其实就是一个课程 好像是 如果你要学灵修神学 密气神学 密气神学 你就进到 spirituality one and spirituality two 其实是灵修神学一 灵修神学二 这两节拼在一起 这是完美成全套的密气神学 如果你们要学灵修神学 如果你们要学灵修神学 也是有 I don't even know they have part two but 修里有一堂叫做灵修神学 你在当中哪一堂 这是几年前的一套的灵修神学 然后你就基本上就了解 灵修神学究竟是什么东西 是吧 你要明白什么是密气神学 然后他们整个神学的道统 其他所有的课程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有道统性的神学科技 不是每一个神学院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改革中 所以在改革中里面 就有很严谨的神学道统 但是改革中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叫做郁金香的理论 你们去研究一下 就是一个跟爱门练的理论对抗 就是几百年的 所以呢 其实这个太重要 我留着 帮你们做好才跟你们聊 我也希望待会儿 心里才有一些些时间 你们能够有一些发问题 因为我们谈到属灵境界里面 一定会有很多问题 总而言之 这条道路走下去 是有很多代价 你要学到属灵里面的好功夫 好东西 你去付上代价 其实如果你真的爱神 你一定要悲弃 你其实要学下来跟随他 所以这样解决三元神学 一个改 第二期基督下改革的运动的推动里面 有很多人付上很多的代价 有些代价是人所公知的 有些代价是默默无心的 但是我在天上看很清楚 但是我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神必定会几年 你们今天跟着我们这个教会走这条路 是很难的 你随便去其他教会都很容易的 心心胸胸的 大家在节里绝对不是心胸 不单止这个功课不太简单 并且这个地方 这个点有很多仇敌里面的作为供给 因为我知道 这是生产的艰难事情 但这个也是一个权柄的 神国都权柄的落脚点 所以我们走下去很快 你们就会看见究竟是什么回事 那当然 你现在跟着我们走的时候 人会觉得很辛苦 但是我也不知道 有人真的告诉我蛮辛苦的 我就告诉他 如果有什么更容易的路 请你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更容易的路 因为你要跑三元神学 当然是辛苦的 待会我会谈到灵界之后 讲到 结果 什么人才能够在灵界里面运作 但是没有谈到灵界之前 我刚才讲到 如果你们要学习三元神学的 或者你要介绍给人三元神学的 请直接介绍到 王伟成丰盛神学院里面的 一生跟你 哪里自己学 不然的话呢 你以为你懂三元神学 其实你是不太懂的 就是好像我家里面 有四条猫 四只猫 不是条 条是狗 四只猫 所以我养他们也很久了 所以我都很清楚猫 但是我不是养猫的卷家 如果你问到猫的情形 真的猫的情形 我这不会答你 就算我懂的 我也不会答你 因为我知道 我不是养猫的卷家 是 我懂猫 我有四条 四只猫 但是我不是养猫的卷家 所以你们现在是学这个三元神学 这好像家里面有一个三元神学的猫 所以你懂这个三元神学 但是你绝对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去推广 推动发展这个三元神学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介绍人去王伟成这个网站 但是我在这里声明一点 希望你们真的介绍去去的人能够奉献一点 如果他们是五十块钱一堂的 两堂就有这个密器神学 总共是差不多二十六堂 就付一百块钱 每一堂五十块钱 没人去看你 那些主在看 我不太希望 我以前开了这条门 告诉所有人 然后所有人的当会 他所有的东西 都没有奉献 甚至也不太公平 所以如果你介绍人的时候 你特别提醒他们 所以在网上 虽然不需要收钱 但是希望能够奉献五十块钱 一科里面有十三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 所以 有这个在大前 可以还谈一谈这个神学道通 神学道通里面 我们采纳是改革中的神学 改革的神学气质最棒的神学 但是改革中里面有一些问题 是实在是要改成的 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欲经相的里面 欲经相理论的里面 the tool of theory 在这个理论里面 我就跟王伟成牧师有很多的辩论 因为我的灵告诉我 这一点有问题 然后神要我们推动的善愿神学 虽然我们是采纳改革中的西经学的六丸西经法 但是我们不承认里面有一些的论调是不好的 好像我们在对时代论 改革中是反时代论的 我们采纳它的默系论的论点 但是谈到这个欲经相的时候 我就跟王伟成辩论 然后呢最后呢 当然他也有点怕 如果他不承认这个tool of theory 就表示 那个Westminster这个学校 就不会支持你了 是吧 back up 因为你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就是 你在毕业的时候 你就要confess confess就是 宣戏 我忠于这个真理 等等 所以最后呢 神的感动给他了 哦 证据你是发明了一个叫做 红色的郁金香 the red tulip 然后他有一点 他有一个叫白色的郁金香 原本的郁金香是黑色的 或者是紫色的 为什么呢 原本那个郁金香 tool of theory里面 讲到一个很清楚的论调 就是神检选所有的人 得救的人 神已预定所有要灭亡的人 所以得救完全不在乎你 完全是神的检选 怎样子听起来是真才能 这个论调是神不喜悦的 但是在改革中里面呢 就谈了几百年 所以你看看几百年来 改革中里面没有神迹了 因为圣灵基本上不在怎样子的正道之下来运行 所以在神学里面 我们还有一点的正理要改正 那今天我们不谈的神学战士 因为这个需要大篇幅的去分尸什么是红白 什么红白黑 好 我们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的精英 这个是我来的缘故 也是神要在这个点 兴起一群人 能够借得过这个三元神学的棒 不为了要推动这个时代的第二次基督战的改革 所以使命是经历下来 好像很大了 你们觉得是不是很大 使命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它不临到你呢 与你无关 临到你也跑不了 然后本来呢 这是难于冬天的事 但是如果临到你 圣灵就会给你能力去做成 所以又一事异于凡长 所以就是难与不难 是在乎你有没有这个使命 你有这个使命 你就有这个能力 你没有这个使命 你要练这个能力就太难了 基本上不可能 所以 我们要谈到灵界 八个小时 留心听这个灵界 灵界 我讲的首先不要讲这个 Full Spectrum的灵界 讲到所谓的灵界 就包括佛教等等 我以前很喜欢跟佛教教授 什么教都可以做 如果要谈灵界的教授 我就很喜欢 因为灵界有功夫的人 都会在灵界 叫他们服务你的神是神 当然这些东西在普通神教教都不会做 神教教只是在树面上谈那个兵 所以真的要打仗 其实基督教里面真的要文武两变的 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 文的 他可能不是 不可能很懂那个武 他不表示打不了 但是他不是很精通的 你放他在极章台上 就很合适 他是读文的 但是武的 可能他的文不是很厉害 但是你放在他剑场上面 他是个英雄 所以 灵界是属于文 这是武的哪一遍 文 纯文字的真理上面的逻辑 你可以看到是文的里面 但是基督教里面 文武两边 其实都需要见辈 你才可以做为什么男孩子 所以什么是男孩子 幸福教会的意义上 没有谈得很复杂 神清楚告诉我说 幸福教会跟男孩子教会 一定是建立在三元神学的基础上 他们不可能只有两元 他一定是三元度其弊 才有资格做这个幸福教会 所以 灵界 这个很长篇的 我要再浓缩一下 半个小时告诉你 有什么是灵界 我不知道你对灵界有什么认识 好像我们讲放人 会进入一种的灵界 因为你的悟性没有活效 但是你灵就属于各样属灵的奥秘 就是很mystical 是吧 凡是你做一些事情 是你自己的头脑上的头脑 都是很mystical 所以放人就是一种 进入mystical的灵界最好的方法 因为它是叫你的头脑停止下来 悟性停止下来 你不是用你的逻辑去思想 什么什么什么 分屎 乃是用你的灵来求闻神 所以这个把我讲得很清楚 我们需要有方便祷告 基督教就是几百年来 非常的 不是几百年来 两千年来 非常的 注重这个理性 神学这些理性的东西 是吧 理性的批判 真理的批判 都是讲到纯理性的 他们对这个感性的东西 感性的经历有一点的排气 所以基本上 基督教的灵这个范围是很弱的 所以他们对灵界的东西不是不懂 乃是有一点的惧怕 他们有时候看不清 分不出是圣灵和是魔鬼 这个真的是太离谱的东西 你觉得有点离谱 你的心里面不是有圣灵吗 为什么你的灵里面不能够分别出其他人讲的 其他人做的 是不是处于圣灵 所以 我不讲到人怎么看我 有很多人觉得证据很写 这个其实很有奇怪的 因为你里面有圣灵 我也是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感动来讲他的道 所以为什么你看不出我里面的是圣灵 反而要批评我里面的是邪灵呢 是不是很奇怪的东西 这个其实完全是一种灵界里面的错误的分析 因为他完全是属灵界的分析 如果他要用真理来定我是一端呢 可能老实说他的神学可能没有我满目的棒 还轮不到他去批判我的真理 他只是觉得里面很邪 因为这个为什么写呢 政治语常谈到这个 要谈到放言啊 要谈到什么灵啊 当然我跟灵怕又不是一样 所以是不是很特别奇怪 我是蛮奇怪的 我觉得你很难找到另外一个政治语 就是神在我身上也有他特别的旨意 然后呢 灵界是人的头脑不能够分析的 人的头脑念不出什么叫他自己能够进入灵界 只有靠着放言倒靠 所以其实灵界就是一种的trans state trans state是一个subconscious的前意识的东西 不是你的有意识的理性的东西 是了不得进不去 但是你的subconscious 你的灵心里面 你的灵就是在你的subconscious 在这方言祷告里面 悟性没有火烧 但是灵有火烧 在那个subconscious的里面 我太安静了 不动到一个地步就连灯都要关掉了 灯在觉得你们都是看不见的 永远的 OK 所以这个subconscious state 这个灵界进入 其实就是一种trans state 中文信用里面有诗句谈到trans state 翻译成为混游障碍 但这个翻译其实不是很好 其实trans state不是一定要混游障碍 trans state就是我在祷告里面 在灵导里面 包括有些在讲道里面 灵被提升 进入一个境界 就是我不是用我的头脑在转 而是在一个灵的境界里面 顺着生灵而行 所以你看见 主要是说 如果有人要把你拉到 关你们见关 你在路上不要想要讲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叫你不要想 你现在在想 有一点预备不是很好吗 主要是说到时候 圣灵自然会把这个赫实的话告诉你 叫你想都不要想 为什么 因为你在想的时候 怕你不是用灵来细想 是用头脑来细想 我到底会怎么怎么讲 是吧 那个头脑的现象是会错的 但是生灵的trans state里面 突然这些灵导里的话 这个是trans state 是吧 所以超级人的灵导里 那个是不会错的 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东西 就是你想反而不好 你不想反而更好 就是有些东西 讲得白一点 就是你越想 你就不明白 你越不想 反而能够明白 你觉得这个听了 可以讲得通吗 你怎么可能呢 在人里面不可能的 在灵里面就可能 所以你们常常动头脑上班的 你的事业 是用头脑的 是吧 你是很难听到灵界 所有人其他都升天 你还没有升天 你是为什么 因为你的头脑太发达 你的悟性太发达 你很难停止这个悟性 很举例子吧 我们先知境界里面有句说话 叫做 We have a different frequency 我们有个不同的频率在听话 当然你是大先知 你是Anton牧师 你跟我讲话 你告诉我证据的问题 我听你讲话的时候 我不是用头脑来听你讲话 我是用灵来接你的话 我要接你话里面的东西 接接接 然后呢 我里面呢 可能你大骂我 但是我里面就很顺服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听你口里面的东西 我是听你灵里面那个frequency 如果我讲的话很对 但是frequency 安同牧师听起来的时候不对 他绝对不会接你 因为他也是从灵来听话 所以你们普通人学不到这一招 这个是先知境界的东西 就是我们不是用头脑来分析 所以 这个以赛也说 实际上就是 行审审判不奔眼见 断是非不奔耳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谈到纯灵境界的东西 他的seventh spirit 六七的灵 所有这些灵都是在灵界运行的 绝对不是神学 神学绝对要听清楚 心眼看见 有真凭十句 这样子的真理的批判 灵界是不谈哪一套 很重要 我今天虽然是二十分钟 我要讲 把灵界分析得很清楚 不然的话 你们跑不了三元神学 为什么 三元神学后面的两个范围 密切跟灵 都是灵界的东西 你要把它活出来 你都必须要了解这个灵界 灵界里面有几个大的原则 但是我今天晚上就讲一个原则 如果这个原则你做得到 你就是 Welcome to the spiritual kingdom of the spiritual realm 我差不多可以欢迎你进去 只有一个字 你能够做到一个字 你们就成功了 就可以热门了 并且不单是热门 凭着这个字 你基本上还可以升天 这个字叫做什么 One word Yu Yu Yi-i-e-l-d 不是Lean Lean 就是第一级的 Lea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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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讲的黑字白字的真理 谁不懂得去守啊?法利赛也不懂得守 但是灵界里面有些东西是顺着的 并且顺的时候是你的反应 所以神说,亚伯拉罕你把你的儿子杀到我,献给我做 以后亚伯拉罕会想,你要用人来献祭多残忍啊 这个才子不是你赐给我的吗? 你会有很多的头脑立刻会在转好身,觉得神很不合理 但是在灵里面,亚伯拉罕真的是很属灵 这个信心就是什么意思? 信心就是他不凭眼见,其实信心也不凭耳闻 信心一接到神说的话的时候 他只想到,我需要把我的儿子献上 他没有想到那么多了 你越想就越不明白 你越不想,反而能够明白 明白的是什么? 神是神 他伤给我,他也可以拿走 所以,先进境界 首先你要进入先进境界和灵界 其实那个灵界就是密器跟灵恩都需要的 神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要打破你的human logic 打垮你的human logic 所以你看见把罗 把罗他讲全道,然后有个大祭司的谱 你打他,你打他的耳光 把罗说你为什么要打我? 我是讲真理是吗? 没有理由,你有打我 然后有人说这个大祭司的谱 他一听见,一碰见这个灵 就是这个大祭司的谱 后面有一位上帝 有一个灵在后面 然后立刻把罗的灵是什么? completely you 他不是在那里很苦读的 没有办法了,大祭司的谱 他为难我,但是没有办法放他 因为他有什么的权柄 没有这回事,完全他的灵是什么? 永远的 所以我们以前讲到 神首先要把你从舌头打成碎砂 然后你们以为觉得自己很好,很遥远 还要把那个砂融掉变成水 你也觉得他很遥远 还不够 还要用这个大缝把你 精华到天上你的边形 smoke,好像烟一样的 formless formless,没有形体的 那个境界就是你能够 you perfectly 因为你没有这个己 无我 无私 基本上还没有人的逻辑 没有人的头脑 纯灵的境界 其实你的真相界 就是在灵界里面才出现的 我举个例子 有人问我一件事情 应不应该去做 我就告诉这个人 神说 应该去做 拿到这个点 因为他就去做了 去做的时候 以后有些东西他不太服 觉得这个人讲的 没有带东西不太服 他就问我 有些东西讲的很服 但是有些东西讲的不服 他问我要么怎么处理 我说 要完全顺服 你看见这个 神的手在 要 打你的 急 叫你的头脑 不要用头脑来来讲 好像举例子 举例子 神告诉我 Crystal要来大骂我 因为我说 祝福 领命 要出 Crystal来到面前 大骂我 骂完之后呢 我就问神 主啊 他讲的有些有道理 有些没有道理 你觉得这句说是什么意思 造成你的意义还不够 讲完之后应该 我只有一个反应是什么 谢谢耶稣 所以人打你的左脸 你不要想你为什么要打我左脸 你立刻转右脸给他打 人强迫你走一里 为什么你要强迫 你一问你就不会陪他走两里了 是吗 或者你 总而言说是灵里面那个you 很奇妙的 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破碎的工作 特别是密切神学 如果你要进到属灵的五官 当然 当然你可以操练乙法星团 灵兽五星可以操练这个灵兽五 但是灵里面的五官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灵不懂得什么you 所以利多生讲到 魂的破碎 人的破碎 灵得出来 我也讲得很清楚 魂的力量是这样子 如果那个魂的力量停止了 灵的力量转动就很强了 很顺了 但这个魂的力量怎么会停止呢 透过安静 等候神被知识家等等的东西 其实 宗教所要的这个魂没有力量 你的魂要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 这个是首席的高峰状态 可以讲得很高很高 我这篇信息很重要的 如果你有听 回到明天 出来的时候 从头听到尾 因为这个灵兽 你听到我讲一点点 你以为我是神经病的 所以你要看我怎么谈这个灵兽 所以灵兽里面的you 很重要 人的破碎 真的要破碎到一个地步 你不是用头脑来行事的 你乃是听神的旨意的 但神的旨意没有办法 向这个俗学器人显明 讲出来都不明白 这好像这个福音 对灭亡人来说是愚昧的 唯有对这个被拯救人才知道是神的大人 这些东西都通通是非常灵的 我们其实神 不是一个是他有很高的理性 是吧 所以保罗说到 唯我生之 我所信的是谁 这个之 是吧 是理性的 信的是谁 这个信 是非理性 是超越理性的 这两者其实 是很重要的 在很多基督里面 他只有知道神是谁 但是其实他没有办法信 信 特别在先知境界里面 更加重要 我举一个例子 很出名的先知 Chomp Spear 你们听过吗 很出名的 开始的时候 他跟他的太太生不了孩子 然后有一个先知 有一些先知跟他们发语言 明年会生两个孩子 双胞胎 哇 这个都是多美丽的一种意义 那明年呢 他真的生了两个孩子出来 双胞胎 非常可爱的两个小 baby Chomp Spear 然后呢 过了几个月 三四个月 双双死去 很痛苦的事情 其实不给他这个孩子更好 给了孩子,让你空欢喜常 最后还杀掉你两个孩子 要病死,在你的怀里面上病死去 这都是痛苦的事情 但是Chokespea就是Chokespea了 结果就是神考验他能不能成才 所以Chokespea在两个墓壁上面 你的旨意永远是最美好的 当你做得到几点的时候 你的灵呢 No bitterness 没有反神 没有觉得神不公平 你怎么讲都讲不通的 怎么讲都讲不通 是吗 你福苦的求神给一个丈夫给你 然后神了一天 派天宣誓说 你会有个丈夫 你真的有一个丈夫 然后你跟他一上爱 过两天他就死了 是不是神到神换弄你 命运就会换弄人 神是不会换弄人的 因为神没有这个时间去换弄你 神做事情很起码 他有一个子明是 你的头脑想不通 我年纪轻的时候 16岁的那年 神托一个姊妹告诉我 她是我的妻子 我跟她的年纪差得很远 我没有让我喜欢的东西 她都不喜欢的 她喜欢的东西 我都不喜欢的 我们没有让东西是一样的 没有那 single thing 可能只有一样吧 就可能大家都比较爱主而已 然后她说她是神的声音 因为我祷告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什么可能是神的声音 那时候 因为我不太认识这个人 并且我也不爱这个人 没有感情 但是我祷告的时候 看见一个学家 我就一进去 就是25年的婚姻 其实她还真实 并且她是有一种非常邪的东西 叫我在这个异端的25年里面过了 所以在异端的25年里面 我常常在想 就是why God you tell me 为什么你要叫我 进入这样子的婚姻 没有爱情的 没有爱情的 完全 0%爱 因为神叫我进去 神叫我 什么就是神 比其他人 不是神 是魔 神不是怎样做事 我在叫魔界里面 差不多25年 但是我学到了很好的功夫 是你们普通男人学不到的 如果你要学呢 你差不多要进过25年这样子的魔界 才出来 进过其中一样的功夫 我真的了解 真的非常了解 这个魔界里面的能力 学到什么地步 是吧 所以 如果我用头脑来想呢 你就去击杀好了 但是你用0来揉的时候 主啊 我顺服在你的手里面 让你打我 让你来磨我 就是磨碎我 让你用火来孝敬我 是吧 所以好像干一夫人 她的丈夫呢 每次她祷告都要打她 她说 我要亲民打我的手 因为打她的手是丈夫 很凶的 但是她看见的不是丈夫的手 是丈夫是神在打她 并且为什么打她 因为她祷告 因为她要读圣经 所以就受苦 以后她里面的反应是什么 我要亲民打我的手啊 这个叫做U 我可以讲很多的历史 那今天你们的聪明人都听得明白 你有什么是U U就是你头脑痛不过 担心你的灵毫无问题 你能做得到几点 如果你能做得到几点呢 在凡事上都心存着赞美 无论什么事情临到你 无论有什么天大的事情临到你 有什么的考验 有什么的失败 有什么的挑战 你要知道什么 不是用有人的头脑 只在灵里面 U to the Holy Spirit 如果你能够做得到呢 灵界是属于你的 所以我跟新国全集 早期的时候 我们是属于灵界的 灵界也是属于我们的 特别是我主的灵界 今天不跟你分这个灵界的高低 只分谈到我主的灵界 它里面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最大最大的条件 今天你们学会了 叫做U 不是用人的头脑 所以不要凡事用人的头脑来分析 有人打你一个昨天 赚个点给他打 这是U 是吧 人家如果骂你的话不对 其实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真正的错更糟糕 少少说 证据有三分错 现在这个人来骂我的事 骂了我第八分 好像我有三点是错的 他骂我第八点 我完全没有这个事情 我这里面觉得 哇很冤枉啊 就是我没有做这个事情 明明没有做这个 为什么你要逼骂我这个事情 因为你就要看见灵里面 神说 你宁愿我叫他骂你这个第八点 或者把我叫他骂你这个三点 可能骂他第八点很好 你们都是太怪的孩子 不用不演讲 看看哪里最坏的人 在哪里 你们哪里是最坏的 我举个例子 你们玩话是最坏的 我告诉你 其实你这乖的不得了 我想想想 我知道Vivian是坏孩子 有人来骂Vivian 你透价为钱 现在我们有什么处分你 你用Vivian没有透价为钱 她第一个头脑的反应就是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真的安静派 所以 我有一件事告诉你 如果神说 在正将神说 Vivian 你以为你透价为的钱 叫你很收入呢? 何解我把你生命里面 最坏的事情暴露出来 你宁愿是哪一个? 我宁愿说 人家吗? 我是透价为的钱 There are things that are a lot more shameful than that 其实我只想 不单止是Vivian和麦 你们笑的就是有点坏坏的 其实人呢 是没有办法 骂你真正的问题的 因为他们能够看见的 是能够看见的问题才骂你 灵里面看不出来的问题 多得了啊 只有我看见 因为我在天上看你的File 所以我天上看见你 有很多的坏 我就好 给他一个面子 让其他人去骂他 这个不很严重的事情 我只要你学的是什么 我不是要罚你 我只要你学的是什么 我是希望你能够学会这个U 能够学到结会呢 你才很感恩呢 没有什么对与错 只有U与不U EU就问这是顺 顺着 顺着圣灵 你能够顺得大 非常顺着祂的手 你在这个先祭境界 在这个灵人境界 就要权柄下来 神要给你权柄 易于反掌 但是神需要祂的器的 你即使有一种义务的行动 不然的话 怎么把权柄交给你呢 所以我告诉你 你的力气到了什么大事的行动 都不要太骄傲 你的刀筒 神学到达什么PhD 都不要骄傲 唯有圣灵的超智人的恩赐 在你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 证明一件事情 是圣灵不会论白的 你看见有些灵恩里面 很有能力的人 你看见他有一点的粗鲁 有一点的疯狂 有些讲的真理的错 你首先不要去贬低他们 首先要卷宗 运行在他身上的圣灵 他可能很丑 可能他很坏 可能他有些事情不受篇幅 有些可能他犯了离天太错 但是他神级 就是他行这个神级 你要倦重圣灵用他的事 就算有一条狗 很臭在你旁边 你都不要踢他 如果他是王帝的狗 你明白这个事情吗 这个是顺 这个顺着圣灵的权柄 我知道一个人 是从神哪里派来 对我讲话的 我里面已经打住了百分之百的卷宗 可能不是这个人 或者他要讲什么话 或者他讲的话对不对 这是其外围的东西 主要是什么 我知道神现在派一个人来 对我讲话 如果神派一个天气来跟你讲话 你会不会很尊重 如果神派一个炉来跟你发话 你会不会尊重 神可能派一条狗跟你跟你讲话 我的帽 我有一条帽是可以讲话的帽 就是因为他要讲话 所以我才买他 买了回到家 原来给他骗了 回到家就不再讲话了 这是我们的创本 这个帽多厉害 我开车 我跟太太开车 还没有去买帽啊 他就在帽的地方 离开我们差不多有半里路 他就说 Hey, I am Trumpet The Lord wants you to buy me and purchase me home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神的声音 所以神说有一条帽叫做Trumpet 有一几帽叫做Trumpet 我就去买 也不知道哪里有很多猫 不知道哪一个是Trumpet 然后我就说 哪一个是Trumpet 原来Trumpet就在哪里 然后他领里面就告诉我 我就是Trumpet 然后我就买他呢 他说还不止 你要买我还要买我的哥哥 叫做Blue Blue Blue的Trumpet就是吹一个号筒 我说 为什么你会讲话呢 他说My name is Trumpet 你买我回家 神就要在这个时代里面 吹这个号筒 Trumpet 我就把两只帽买回来 买到假期 开始的时候 他也很特别的 讲放言的 其他的猫要害 因为我其他的猫要欺负他的时候 他都这样子 本来猫就是 他说这样子 他就 I don't know how the little tongue 在卷那个 所有其他猫都很怕他 所以没有其他猫很痛他 所以我就说 哇这个真的是灵猫 很灵的猫 从此之后他就不讲话 但可能 号从此吹一车 真的 第一个号跟第二个号不一样 第一个号只吹一车 第二个号也只吹一车 所以 我没有讲的猫 就跟灵界有什么关系 如果神派一只猫跟你讲话 你是不是要捐忠他 如果神派一只猫跟你讲话 你很瞧不起的人来跟你讲话 你会不会会怨忠他 会 那么你就学会了 You You have to yield Because the way of the Spirit will not compromise with you You must compromise His way 圣灵是不会按照你的指引走的 他其实最伟大的事情 就是要按着神的指引走 并且最伟大的指引 通常都是反人的头脑 所以彼得很爱主耶稣 说 你千万不要去钉石下 主耶稣有没有赖彼得在旁边 彼得我给你面子给你 你这样讲话真的不对 不合乎神的指引 是吧 然后彼得说 谢谢主耶稣指点 在当众很多人面前 主耶稣责备他 摩佩 撒旦 退后啊 因为你只懂得人的意思 不懂得神的意思 哇 彼得多么没有面子 嗯 你哪个时候是彼得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反应 你会怎么反应 难过 因为你是人嘛 感谢主的提点 圣人 圣人 特人间 灵眼开了 看见这个 基督的使命 原来是什么回事 这个第三步 你觉得辛苦 你觉得辛苦 辛苦是特别聪明的 但最近我发现 其实我们的幸福也不太聪明 这个就是令我很忧伤的缘故 解释日子 常常有些人 因为我来得密一点 所以常常有些人说 牧师辛苦了 辛苦了 我最怕听听见这个说话 真的有些人很喜欢讲这些话 这些客气的话 你讲辛苦 我也不会不辛苦 你讲不辛苦 我也不会辛苦 其实都是讲完这个废话 并且要讲来讲去一间 我说辛苦了 牧师辛苦了辛苦了 讲到十指是辛苦 我就说 不辛苦 但他还是很客气的说 辛苦了 辛苦了 什么都辛苦 明天又去了 是 哦 辛苦了 过两天又老回来了 是 辛苦了 是什么辛苦的 所以我昨天 昨天我回家的时候 又碰见这个人 迎着我而来 他说牧师 我里面立刻的 拼命的放眼祷告 抓住主 我说主啊 求你叫他不要说辛苦 哈哈哈 累累累累 累累累 他都是千万辛苦 昨天晚上 我真的真的是 发动我灵里面的能力 然后他说 博士 叫我下去了 然后他说 很自容的早上 这样 你要告诉我太太 这个是我今天最大的神迹 哈哈哈哈 就是 有些话 出来的时候 你要灵 就是 要给神点亮你的 那个东西 就是 你明白神的旨意 本来你不明白的 现在你明白 或者不明白 他的旨意是什么 但是明白到 他的旨意 绝对要顺从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最愚蠢的人 最愚蠢的人 就是 在所有人生的功课里面 最后都还不懂得 神的旨意 然后更愚蠢的人 就是 还不知道神的旨意 是远远超过 我告过他的旨意 做我的徒弟呢 是很困难的 我是特别恩时待你 因为这个是 好的日子 但其实呢 真的我慢慢会 我真的在神面前 祷告 这是日子 最令我辛苦的 你记得是什么 这是在最 尽我的 幸福的学生 如果他们愚蠢 如果他们 不明白神的旨意 就是不懂得 这个you 这个you 这个不you 不是等于 他要冲装我 或者不听我话 乃是他里面的 你不懂得 you to the perfect will 不了解 这个perfect will 在想上说 Crystal God's it 客了就不睡 有人会说 我不要客 但不要妈妈 这就很痛苦的 客 这一个就是 不明白 神的旨意 为什么要你客 客 客 客是什么 客是 thirsty 客是 喝进去 不过 在广东话里面 两个字都一样 你们的普通话 是更一流 和客 和客是不一样 分开 所以 就是这个了解 特意先明白神的 所以彼得如果主上骂 撒旦退后 骂完之后 如果彼得特意先 原来知道主的使命 就是要说十一家场受苦 这个基督神的儿子 就是要为我们写命 如果他有这一个说话 他就很棒 所以这些学生越近我 就令我越痛苦 我的痛苦是很大 这些日子里面 实际上我们很忙 但我们飞来飞去都很忙 但最令我痛苦的 最令我辛苦的 就是我的学生 我不是已经远的学生 我们讲的近的学生 他们一错的时候 My God 就是我的世界末日差不多 或者是里面的第三次世界大神 我在神面前有一种太痛苦的 说不出来的痛苦 我真的了解是 主啊 这可能是生产之苦吧 所以不要以为 只有女人才有生产之苦 保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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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清楚给你呢 The only thing you can do is trust me 如果你trust me 你相信我讲 你顺服去做 你就是明白到 神的旨意 是你不能够明白的 但是你还是需要去 You 所以解释日记得我差不多是崩溃了 我连 早上吃了什么早餐我都记不起 我昨天我太太问我 今天今天中午你吃什么 我不知道 到第二天 你昨天晚上吃饭什么 突然间我记不起 昨天吃什么 当然刚才吃的我还记得 但是有一点 好像失忆的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的对神说 主啊 我里面真的有太大的一个挣扎 我说如果你要叫我 叫几些的功夫 你要给我几些的学生 你们的DC发生很多事情 我看了很清楚 所以我不太讲话 但是我一直留心 我要留心就是 主啊 你给我几一群人 就是里面你有他的子 要在这里兴起 很荣耀的事 但是这个学生一定需要有他的一定的那个 那个 不知之上 这是灵里面的本质 你们有些人的实下功课太糟糕了 你们一生都没有基本上为主受过真正的苦 所以你们所受的苦呢 保罗说 你们与恶上正的都没有到留学的地步 你吵什么 有人砍你的手吗 有人凑你的学吗 有人鞭打你呢 要你皮和肉呢 你有试过这样子吗 你们的受苦是很小的 其实有些人还宠坏了 从小到大都被宠坏了 所以没有什么灵界可谈 没有实下的功课 密气神学就是实下神学 你没有实下的功课 你学什么灵界 你在灵界里面看意象 算了什么 谁都可以看意象 并且意象有真有假 真的也有很高的真 也有很低的真 有些基本上不需要你看我的知道 不需要你假的知道 讲了什么 讲了什么 这个灵界需要的是灵里面被神磨得很有缘的人 因为是灵界的 如果你不有缘是很危险的 你犯的错位很危险 如果你用人的头脑去分析 你绝对分析的错 你分析这个人好与不好 绝对分析错 你分析这个事情好与不好 绝对分析错 你分析自己好与不好 绝对分析错 我很不喜欢用绝对这个事情 这两个字 我母亲最喜欢 我有时候在骂我的母亲 母亲 你不要想这样讲 绝对 母亲 她绝对应该这样 她绝对不要买这个东西 不是绝对去 绝对去 但是我今天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在神面前 好好地被破碎 不但情杀 还要成为水 最后还要成为风 如风一样的话 你的分析绝对错 就算不传错 错一点 就等于全错 所以我们都在 不太清楚的里面 我们就很谦卑下来 主啊 在我灵的身处处 我愿意顺服着你 You link to the way of the spirit 我都在神面前说 郑菊云呢 这个不是我在神面前 神告诉我的 郑菊云你好好的 在一起重整你的 彼得亚哥约翰 这三个 是主耶稣最心爱的门徒 我不是主耶稣 你们跟着我也不是 靠上彼得亚哥约翰 这个是一个例子 讲到 我这条路往上走的时候 我需要有一些人 在我的旁边 很心很心 我什么都会跟大家 其实不是用言语讲 乃是有一些呢 我会把他拉得很接近我的手 因为这一群人如果出问题的时候 我是很麻烦 但是可能现在有太多彼得亚哥约翰 我把英俊爱我把你们很多 WASHINGTON DC的人都变成好像自己 就是好像很疼爱 疼到自己的一部分 这句话是不是很严厉的讲 其实我是很本于神的慈悲讲 我没有说你们不好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属灵的道路现在是提升 主说告诉他们说 你们有些人还听不明白 幸福全集就行 We're not raising the bar We are the bar 你谈到男孩子 男孩子出来的小时代表着 神权政治 代表着神的creation里面 最高层次几千年来人类意识里面 最后等候出来的 完全的主耶稣的即使的讲解 这是哪一节 你们愿意做哪一节 你们愿意的人 都可以来做男孩子 但是里面的条件 绝对不会印证你很喜欢 这会降低 我会慢慢把男孩子的条件告诉你 一场两场都讲不完 但是你要做男孩子 一定要复得做男孩子的层次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先制 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祭祀 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君王 Kingship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 如果你不懂得学家 你绝对不能够进入这个 密气神学 有些呢 不要讲到男孩子 因为这个男孩子 这个很高的地位 我都不会讲我自己的男孩子 但是有些我会绝对说 我希望你们成为密气大师 在密气的境界里面 你有很高的层次 属灵的层次 能够随时升天 就算不升天 都能够在凡事上 知道神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密气的教导 实际的功课导 生成出的时候 就在属灵的真相界 与主面对面 在哪个时候 保罗真的明白自己是 我是罪人里面的罪灰 神要的 减神的 就是罪人里面的罪灰 其实他们可能不是罪人里面的罪灰 乃是在神的光照的里面 他看见自己是罪人里面的罪灰 但是不停在那里 还要爬起来 如今我成了何等让的人 是蒙了神的恩财产 所以明天讲得到 很精彩 Sampson 明天英文名字 Title很好 叫做 The Dawn of the Strong 本来要叫做 强者无敌 这个灵性 但是里面也讲到 这个龙的打下来 龙走快也打下来 所以我在等候神 要叫做强者无敌 或者什么的 什么龙邪变 或者什么龙变邪 龙变成蛇 或者天将龙邪变 我就改来改去 我改来改去 因为我的信誓 就是昨天晚上 圣日成才给我 我看到这个整篇的信誓 我才知道要改什么名字 所以最后那个名字 其实 真正的名字叫做 涌解无敌 The Dawn of the Strong 这个强者兴起的失败 The Areas of the Strong Rising 其实就讲到 南海起的Rising 但是我里面 就对这个龙 有一点的痛恨 I want to stick to him 特别用一个名字 叫做龙变蛇 要他听起来的时候 很痛心 这个就是属灵的争战 要特别叫他们听一篇道 其实不是讲给众人听而已 我还要讲给这个龙听 龙啊 你快要变蛇了 然后我们男孩子的教会 强解无敌 兴起来的Dawn of the Strong 就在我们的眼前 好 这样老婆说 其实我讲了一点 其实我有几点 本来我想跟你们谈 现在什么叫 我们的七点钟开始 其实我们还没有 真的七点钟开始 我们七点十五才开始 还有现在起来 我本来很想跟你们谈 有几类的人 是不适合进到灵界的 还不讲太多 再讲真言书三十章十五节 真言书三十章十五节 马王有两个女儿常说 给呀给呀 有三样不知足的 年不说不够的 共有四样 造成阴间持胎 争水不足的地 变火 四个好了 不讲太多 这四类的人 是不适合进到灵界 其实可以讲 他们与灵界是无缘分的 你们明白这篇 这个写讯经文 你们点头 好像很明白 你们听过这个牧师讲这篇道 问都讲不出来 四十五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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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牧师问我 子曹 那个时候我叫子曹 子女是我去中国打我的名字 子曹 你有什么圣经不明白的 可以问我 他是很有名的权道人 不讲这声音 我就告诉他 真言书 我读到真言书三十章十五年 马王有两个女儿 常说给呀给呀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什么 他说 嗯 有另外一个问题吧 今天讲到有四种人 是常说给呀给呀 就是只是能够要得拿 但是他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也不能够成才的 这四种人是什么呢 硬间 硬间是一个很黑暗的地方 很negative的地方 很负面性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呢 动不动就depression 动不动就很 就是发脾气 总而言之 非常的negative 非常的负面 这一等人呢 其实不要跟他谈什么灵 是吗 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的除类 黑暗上来等着要被宰割了 这个是犹大书人的雅各书里 所以有些人就是阴间 你没有看过阶段 一看见阶段就是 嘿天都黑了 本带还亮亮的 一碰见他 天都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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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看过 我不是讲黑人 就是灵里面真的有一种黑暗的群细在人身上 第二个是石胎 石胎就是很干硬的 它不会生育的 你什么要生产都不会有什么东西生出来 因为它石胎就是一种的 the bearing wound 但是里面很干硬 有些人在灵里面很硬 很硬的人就绝对不能够幼 是吗 不能够幼就是 字质太差 现在我告诉你 我没有时间去给你学十年八年的石胎功课 你们要成才 今天就要成才 你在神面前好好地立定你的志向 主啊 求你真的破碎我这个人的头脑 破碎这个自我的想法 让我的灵能够如风 借属灵的事情如风 听属灵的事情如风 行的属灵的事情如风 因为 凡从神生的就是如此 振水不足的地 这是永远都终没有用 你什么杀种都没有用 因为这个地是硬土 好像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DC是硬土 但神要减少Washington DC的做 你记得为什么 因为神定义要减少 罪人里面的罪惠 来做祂最大的使 做祂最大的使徒 所以硬土有硬土的好处 就在硬土之中 有神所减少的特别的意图 但是很多人解量使得 是没有办法接受什么 很容易就批评论断 很多人生理的时候 他们都自己批评 自己做不懂的东西 很多东西他们不懂 但是批评 也不懂灵恩 但是批评灵恩 不懂方言 要批评方言 不懂神级 也没办法行神级 要再批评神级 也不懂了圣灵的运行 但是批评圣灵的运行 不同的密气 不同的灵人的五官 要再批评密气 这个就是进水不足的地 你要杀种上去 其实没有用了 最后是火 火就是 什么东西进去 它都会消灭的 其实这几点里面 有一点很美的 其实有时间 我先给他告诉你 其中 我讲了很久 这个you 第二点 就是 能够重情 也有情有义的才配 进入灵界 你知道什么是有情有义 就是有一天 我不会烦你的 就算你对我很不好 我都不会烦你 因为我们之间 曾经有情也有义 不然的话 弄得好 就大家很好 弄得不好 大家就 就好像反目重仇 是吗 这个反尊重的肚子 这个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灵里面 无情无义的神 我常常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里面 重要的一个点 你要在灵里面有远 有远是一件事情 还有有情有义 你要常常的试念 所有的恩情 我常常试念 我母亲是千辛欢苦的带着我们 要做好这个属灵的保障 让我知道属灵是多么重要 我要常常有这样子的念恩 是吧 这好像以前 提拔我的是陈中辉牧师 是吧 那时候很久以前 然后后来呢 我也在他的神学里面教 但是后来 我们的神学有点分歧 然后他威着又保持着 这个爱受源的那个Harmony 然后他还是要跟我隔海为妙 这个我也赞同 虽然我们走的道路完全不一样 但是 他永远都是 我念着他 从灵里面把我提起来 开始提拔我的 把我放上他的讲台 那是他 当然那个神我已经讲到很多年 但是 所以他把我提起来 他也是按理我的其中一回目 所以 我有很多地方不同意他是一回事 但是不同意 不等于不尊重 他还是在以前有的 恩在我的身上 情与意在我的身上 你要不知道 在几十年前 那个时候灵派是没有人看好的 但是 陈中辉牧师在那个时候 真的是四十几年前 他是在华夫会的第二个教义 教义 你叫华夫会的一个华人福音奖 这是全是求华人最大的一个主持 是吗 Chinese Asian Gospel 多大的一个王国 他是求第二个遗址的 但是他听从了圣灵的声音 他要带起灵派 就被很多人骂成异端 他没有出生 默默地忍受这些一切 然后就带着他那个手的爱手缘 其实他开始没有什么爱手缘 就是开始冲上去 培养着很多爱族的 这些今天都很大的 所有的都是 我的朋友 都是很大的一些灵恩里面的一些人物 这些大仗嘛 所以起来的时候很多人攻击 他是放下来华夫会的第二个教义 总将跟金巴伦长老会主任牧师的位置 那时候陈中文牧师一表人才讲话 很多人都爱他 但是他要成为被人骂的对象 熬过了很多的岁月 是很惨的 因为那个小灵恩他没人看好 所以很多家会都攻击他 在所有解释的历史里 为了什么 为了顺着圣灵而行 带起圣灵一个流 当然今天这个流 他的爱手缘的流 其实走得不太 我觉得不太美 不是很有利 因为他缺乏高手 但是我总念这个情 第二节目你要念情 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我觉得这个说法太美了 神是这样子的 神念着亚伯拉罕以撒亚伯的神 其实神是念着亚伯拉罕的情 来爱他的子民 后应 我们要念情 如果你里面对情义不是很重的人 其实我劝你不要走这条道路 因为这条道路里面的 杀鸡杀鸡杀鸡处处 杀鸡层层 灵界的功夫打起来是很残忍的 不留情的 越高功夫越厉害 所以我不希望你在有一天在灵界里面跟我为敌 不然我一定会把你打得很残 因为在这个幕后 这个使命性的时代 我不可能应着人的情 如果你挡住我的路 我不杀你 我一定会杀你 我在灵界里面的打 所以如果我们有情有义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跟你谈到这个话 无论将来有一天我们怎么的分 我都不会打你 这个是争取的保证 只要你是在我的底下 跟我们一同的罪求的 将来你有一天变成一条龙 我都不会打你 这个就是我没有打 我中国那个最棒的学生 上场的缘故 他是我最棒的学生 其实也不太算是我的学生 因为他跟我见面的时候太小 我叫他的功夫都是通通在纸上传的 在几个月的里面他已经长得很厉害 已经出了名了 中国的联合聚会他都在了 你唱 他突然间他找了魔 跟我作对的时候 我没有打他 我真的没有打他 只是他才打我 打了一阵子 最后他现在没有了 因为神必定会protect 他自己属他所见算的 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要走这条男孩子 幸福教会的教会 我很严肃地告诉你 神会保守你们 如同保守他严重的同仁 因为在末后的里面 当龙打下来的时候 他这个圣天的男孩子 将来要手持贴仗 要管辖列国 这样子的 几千年来 他最好 to represent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of the kingdom of the most high 他会怎么保护你 所以有情有义吧 第一点是什么 You 不要常常想对与错 没有什么对与错的 主耶稣救你也都没有什么对与错 为什么祂救你 讲不通的 不合理的 在属灵境界里面是不合理的 所以福音灵的东西 在灭亡的人身上 看来是愚绝的 是不合理的 我很请你的 太大的问题 但在灵里面知道是神的大难 如果有话语领到你 如果有职辈领到你 如果有改正领到你 就算主耶稣说 撒旦退去 那么严密的话对你 你要怎么反应 你要超越彼得 你在灵里面知道主啊 我现在了解 原来以来 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还要为世人写命 这个叫做You You yield to the will of God You to the moving of the Holy Spirit You to the leading 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 来到我面前 告诉我一些事 如果我里面知道 你里面是圣灵来 我看着去感觉到 这个是从神派来的 我就眷敬你 如果你从鬼派来的 我就贴开你 但是这个要分得很清楚 分得很清楚 免得你贴的是神的灵 你求神没有人替我们 因为替到我们的也很冷 很有祸的 我们不是在夸大 我们是在诚实的讲 属灵境界非常的严肃 越生的 基本上没有机会给你回转 老张约阿迪一抹着你 本来好意 都立刻会死 太接近约归 我们要走到很约归的 我们要走到灵的深处 我们要走到自身所的 所以我们更加要在灵里面 游远 游远 再次的游远 并且有情有义 将我们出来的手 丰丰满满的 有恩典 也有真理 好上爱我们的准备了 好 我们第一次祷告 谢主耶稣 我们慢慢开始解开属灵境界的奥秘 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 打开我们的心 让有凡有耳朵应当听 用我们的属灵的耳朵来听 叫我们不是好像阴间舍苔 正水不穿之地 或者河 叫我们成为有用的人 在你的面前 主啊 你怎么减少我们 我们也要怎么样的 完全为你摆上 我们如此行 是离杀 离错帮人的 祷告祭奉主耶稣救命 祷告祭奉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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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奉主耶稣